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跟大家聊三洋濾杯 那今天看到的東西學長的上層都有賣喔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想了解更多可以下方的連結 可以到學長的上層 OK,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內容囉 三洋濾杯呢 其實它現在有兩大款 一個是T級濾杯,一個是花瓣濾杯 那花瓣濾杯也是學長非常喜歡的一個濾杯 但是,其實在花瓣濾杯問世的 好幾年前,我就忘記幾年了 就有T級濾杯了 而且三洋的T級濾杯呢 一定會顛覆你對傳統T級濾杯的印象 因為我們以前都覺得T級濾杯的流速呢 好像有點塞塞的 然後流速很慢 大概沖一次大概要三分多鐘 但是呢 其實從這麼多年前 三洋濾杯問世以來 其實它的流速真的非常的好 跟我們像以流速著稱的B60比起來 一直慢一點點而已 那也是因為它的這個高流速的特性 所以讓它的香酸表現呢 一點都不輸 錐型濾杯 同時間呢 因為它仍然是一個T級濾杯 所以它這個中間有一個止水線的設計 所以你的水呢 不會一下子就全部流光光 所以口感上面呢 也不會過於清淡 所以其實四洋濾杯是一個非常好的濾杯 甚至於比很多很多的追星濾杯 都來的容易使用 容易駕馭 OK 所以呢 學長還是蠻鼓勵大家 如果你追星濾杯玩了一陣子 入手一個T級濾杯 對於你的充足觀念來說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T級濾杯要選擇哪一個呢 一個就是三洋T級濾杯 第二個就是學長講過很多次了 卡蒂塔或著介紹 這兩個濾杯就是T級濾杯裡面 最好的兩個選擇 好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三洋濾杯的充法 其實三洋濾杯當然 悶蒸的充法也很多 但今天學長要跟大家講一個 不悶蒸的手法 其實三洋濾杯使用不悶蒸的手法 可以很凸顯它的酸質 所以呢 蠻鼓勵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充法 叫做注滿充法 為什麼呢 因為它分三次每一次 幾乎都會注到 濾杯到注滿 所以我稱之為注滿充法 很簡單 但是非常好喝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那首先我們豆子一樣是20克 那我們使用的是潤的磨豆機 那研磨豆的部分呢 我平常V60呢 是用11或12 那使用霧悶蒸的注滿充法呢 我會用到10左右 就是比一般的研磨豆呢 稍微再細一點點 不用細很多 細一點點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用小飛馬 或者小富士的話呢 如果你平常用4 你可以用3.5 OK 就是細一點點就好了 細一半格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研磨 研磨 OK 研磨完畢 OK 研磨完畢 好 那接下來呢 濾杯呢 我通常會讓 比較靠近短的這一邊 靠近我的手沖壺的方向 你這樣子呢 待會倒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因為 手沖壺離你的濾杯中心點太遠 所以不好倒 所以我會建議 這樣子擺 或者是斜斜這樣擺 手沖壺 從這邊切進來 壺嘴離你的中心點 不會那麼遠 會比較容易操作 好 然後紙的部分就是 OK 先折這一邊 然後呢 翻過來 斜邊的部分呢 折到另外一邊 就兩邊 是 兩個方向 不要同一個方向 結構容易鬆掉 你兩個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這樣就很穩定 好 塞進去以後 四個角稍微壓一下 好 稍微固定一下 OK 它就會服貼了 然後呢 粉 倒粉 OK 那濾紙我使用的是 也是山羊的 濾紙齁 所以它的服貼程度 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拍平 OK 這樣就準備完成了 準備開始沖煮 水溫呢 我們也用90度 然後注意的話 我們今天要 駐滿沖髮部門蒸 所以我們分三次 90度的水 好 第一次 130cc 好 中間給下去 中間給多一點點 然後呢 順順的往外 再繞 讓粉塵 正常的吃到水 然後呢 回正中間 然後呢 再往外繞 就是內外循環 給到130cc OK 130 然後呢 等到快流完的時候 給第二次 第二次呢 我們給到230 好 快流完了 一樣從正中間 一樣內外循環 我們不需要定點 我們就順順的內外給 可以看到呢 我的粉塵呢 很飽滿的膨脹起來 給到230 OK 好 230 好 第三次一樣 等到快流完 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這一段呢 我們最後只給70 好 快流完了 好 中間給下去 好 順老 好 一樣呢 給到最外圍 讓粉塵推開 回中間 OK 300cc 第一段呢 因為沒有悶蒸的關係 所以第一段的水 我們來130cc的水 會快速的穿過濾杯 會做出比較多的酸質 這時候就可以彰顯 1分30秒不到 我們就沖完了 第一段的水呢 會快速穿過你的濾杯 這樣子就可以彰顯 第一段的風味 的果酸 還有香氣的部分 那二三段呢 我們都讓它 已經吃飽了水了 粉豆已經吃飽了水了 那二三段的部分呢 就它的流速呢 就不會那麼快 可以 因為它是T型濾杯 所以它會 讓你的水流呢 會先擋在你的水線上面 再流下去 這樣子的二三段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主量的填感和巴底 OK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呢 也是充分的搭配了 三樣濾杯 它的快流速 以及T型濾杯的結構 而設計的 所以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 它卻可以照顧到 前中後三段的口感 所以喝起來很均勻 但是 一定會顛覆你對 T型濾杯的想像 因為你沒辦法想像 原來T型濾杯 也可以那麼的香酸 OK 好 我們來試喝一下 酸味 香氣 都非常的明顯 然後整體喝起來呢 濃淡度也很適中 所以大家特別記住 不要因為它沒有悶蒸 就給它過分細的眼眸 毒藥剛好就好 比你手 平常手沖再 吸一點點 吸一格 吸半格就好了 然後呢 前三段 只要均勻的 讓粉吃到水 然後呢 第一段不要悶蒸 就可以讓三羊的這個 柱滿沖法很好喝喔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功率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如果你有三羊濾杯 或者是你沒有三羊濾杯 可以去購買一個 如果你有的話呢 娃娃和這個手法 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三羊濾杯的有趣之處喔 好 那我們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